哈喽哈喽朋友们好 我是花田 那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个自制裱花袋的方法 非常非常的简单 就是用我们家里普通的塑料袋 像这样对折之后 跟着花田一起把多余的部分修剪掉 好了 我们的裱花袋制作完成 然后呢 我们把做泥的材料装进去 就可以开始玩了 这袋像火龙果一样 红红火火的是什么呢 还有还有 这一袋橙色奶油 猜猜我里面装的是什么 总之呢 你可以把你手头上有的一些材料 全部都装进袋子里面 这样就不用盒子了 也可以带到户外 跟朋友一起玩耍 是不是很好奇 这份泥到底会做出什么效果呢 让我们把它混合均匀 放入一些小塑打水 还有隐形眼镜护理液 这样我们的无棚沙泥就完成了 因为加入了大量的泡沫 所以手感就像棉花糖一样 好了 这个用家里最常见的袋子 就能做出来的裱花袋的方法 你学会了吗 喜欢记得关注我哦